有20斤的樹根能做出多少串珠呢 清洗好的木薯少去外皮 用剁骨刀切成小塊 越小越好 原來是像這樣子一點點敲的 但是實在太硬了 加上破壁機 記得要加點水 放進燒布裡過濾 少量多次都比較好擠 我一共做出了這麼整整一大桶 沉澱一往上把上面的水分給倒掉 最後底下留下的就是木薯粉啦 刮起這一層非牛燉液體鋪在紗布上 盡量平整一些 塞上兩天 用小鎚子把塞乾的木薯粉一點點敲散 再用鹽波研磨成細膩的粉末 過個篩 還記得前幾天做的珍珠粉嗎 今天就用珍珠粉來做珍珠 清水加入一點白糖 少至沸騰 粉和水的比例是1比0.7 使勁揉成光滑的麵糰 這個小秒灶做丸子特別的好用 用蒸盤壓小到一刮 倒進平整的盤子裡 再撒上一點木薯粉 來回左右滾動均勻的裹上 水開倒入珍珠 大概煮個10分鐘就可以了 記得要過一遍涼水哦 這樣做出來的珍珠才會更透亮 珍珠打底 倒入滿堆冰塊 加點杯母粉 倒入紅茶 攪拌均勻 六罐一裁的賊好看 剩下的木薯粉 簡單的密封保存就行 你們來試試看 這一罐到底有多重呢 快,做給尼愛的人吃吧 裹色